話說剛才提到,蓮花青的故事《魏家墳、陰陽河》這段故事基本上是講完 但河神的故事還遠未結束 我們之前講的前半部分《魏家墳、竹妖》 接下來,就要講梁房店胡同、凶宅的故事 這段故事是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五、六十年代 發生在海河邊上的怪事 這件事在天津就不太多人知道了 好了,現在就開始講了 我們就必須要從梁房湖和凶宅講起 話說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 到了十月,新中國就成立了 免不了要移風易俗 不准再抬官妖城出大品 也不准再燒什麼紙人紙碼 賀神這些事情也沒有人再敢提了 冒充和想握飲握食的李大傻 還有太人看風水算命的張半仙 到了這個時候,就全部都失業了 不是在油局幫人托包 而是在火車站碼頭幫人做姑娘 反正沒有了以前的優柔生活 話說郭師傅也不太好 他的紙紮抱也從此關門 這個穿了屋頂的荷隆廟 他的優柔也被人拆買 即是說,他鬥口也沒有了 之後,他在哪裡住呢? 後來,郭師傅就搬到天津位上邊 一個很小的平房居住 什麼叫上邊呢? 天津的說法很有趣 張海河作為中線 上面有北,下面有南 以前有這個方位概念 老話就說,上京下位 意思就是說,北京就在天津的上邊 天津就在北京的下邊 你要知道,北京城就是北貴南貧 按照上北下南的格局 住在南城就等於是 住在紫禁城的下邊 即是被王拳壓頂,天威當頭 所以一日到刻就大氣都不敢休息一下 看人家面式吃飯 所以以前,住在北京南城那些 大多數是窮人 但是天津位就剛好相反 他們是以下為貴的 因為下邊全部都是租借地 住在那邊的人 不單止有錢,有權有勢,還有身份 但是住在上邊的人 全部都是腳行、漁行、苦力出身 這類人在解放前 即使最好景那天 都是吃一上餐,沒有下餐 甚至大多數連續幾天都揭不開鍋 所以下面更是藏污、蠟、蠟之地 專出暗窗和道賊 那些屋子也建得很肉酸 低矮簡樓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政府開始對這一帶進行翻修整治 那些屋子也建得很漂亮 但即使如此 都沒有人願意在這裏長住 都是說這裏風水不好 可以搬都盡量搬走 因為這裏附近 前清的時候 有養蠶的住戶 所以就說它風水不好 為什麼養蠶的住戶 風水不好呢 你知道蠶是吃桑樹的 所以養蠶的住戶 必然是種很多桑樹的 老天津偉的人 最忌忌這件事 俗語是有魂 桑梨杜如懷 不盡陰陽宅 就是說五種樹 就是說 桑樹 梨樹 杜樹 榆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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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樹 是不應該出現在文宅 和墳地當中的 那麼這個桑字 為什麼這麼忌忌呢 因為它跟桑字同音 桑桑聲 死人嘛 不好聽的嘛 那麼梨樹 為什麼又忌忌呢 因為跟分離同音 主家分離 不老禮 那麼 那道樹是什麼回事呢 道是道絕的意思 種死 就是絕種 所以聽上去 非常之晦氣 那懷樹更差 直接帶個鬼字 懷樹進窄 就是鬼進窄 更加不詳 那至於 魚樹呢 魚字好像個偷字一樣 就是說 家裡經常容易不見東西 而且魚樹又容易生寵 也不應該被它進陰陽宅 所以呢 關上魚樹 桑樹多 就是一個大窮人鬥就是這樣 這些地方 專出地貓無賴 所以呢 誰都不肯在這裏長住 在當時天津 假如兩個人初次結識 如果知道對方 是住在下邊的人呢 咦 就會對你刮目相看 覺得你這個人 可以巴結一下 做一個朋友 如果知道對方是住在上邊的 當然把口還挺客氣的 但是心裡邊就想 唉 有空喝茶了 從此之後呢 都不會再找你了 那郭師傅現在搬去住的地方 就叫做斗魯廟胡同 那解放後 郭師傅已經娶了老婆了 說起娶老婆 又是有話要說的 要說男子漢大丈夫 多難的事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呢 娶老婆 你要保證她又孝又言 那真是未必個個可以做到 不過 這些是一條命來的 有些男人在外面賺錢好厲害 頂天立地 事業有成 但是呢 總是不懂得找老婆 找個老虎拿回來 日吵夜吵家吵屋幣 但這樣也沒辦法 這個是命來的 你不可以不抵得 也不可能幫到她 幸好郭師傅 都很懂得找老婆 她自己特別知足 她老婆姓劉 就叫做方姐 人就很賢偉 但是呢 身體不是太好 所以平時就沒有做工 在家裡貼紙盒 幫補家用 他們兩夫妻 就住兩間的小平房 之所以那個地方 叫做斗魯廟胡同 是因為這個地方 以前曾經有座古廟 叫做斗魯廟 那解放之後 五河水警 作為公安局的下屬單位 照舊繼續在河中打撓浮屍過癮 不管時代怎樣變遷也好 撈屍隊這份事 也不可以沒人做 但跟舊社會不同的是 現在巡河隊有了固定的公知法 但是郭師傅又不可以接那些表胡來做 又不可以幫人家操辭百事 這個額外的炒耕又沒有了 唉 這個時候 郭師傅有了家室 也不像以前那樣 一個人餓就全家都飽 所以這段時間 他的日子都過得蠻蠻緊的 不過那時候 很多人過得還比不上他們 至少他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能夠令到一家人吃飽安穩 可以說是比上不足 比下也有餘 幾年前 捉拿何曉連化清的案件 郭師傅自己很少再提 他也不讓丁某地提 怕公安局的人說他 整路都封建迷信 因為給你有何臣這個稱呼 已經很給面子了 你絕對不敢再說自己解放前 息足妖 如果不是打鬧何師的事 沒什麼人做 看怕郭師傅連一隻飯碗都拿不起來了 但在1953年 海河上面 接連出現了幾宗 鬼異無比的案件 令到公安部門的偵察員 竟然束手無策 於是又不得不 請郭師傅出山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沒錯 事情應該要從頭說起 話說光陰此戰日月如疏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轉眼間 從解放前的郭師傅 就變成了1953年的郭師傅 當年8月份 抗美元朝戰場上的燒煙還未散准 當時電台中 收音機播放的全部都是新聞 當時丁某還年輕 還是一條光棍 他住得來郭師傅家又不遠 所以每天都在郭師傅家吃餐 不單止吃餐 連衣服都叫嫂替他洗 話說這一晚 郭師傅和丁某 坐在胡同裏面 休息 兩個人就照著路燈 一邊貼紙盒 一邊聊天 話說以前胡同裏面 晚上都很多小朋友出來玩 他們知道郭師傅 整套故事 所以經常求他 說些故事聽聽 郭師傅 你不要看郭師傅沒有什麼文化 但他很喜歡聽評書 聽故事 所謂兩眼乾坤舊恨 一肚子古今哀手 但是在新社會裡 講故是不合時宜的 所以想來想去 郭師傅不是沒有故事說 很多古都不敢說 唯有吹水 他們吹水是很搞笑的 有多搞笑 我們明天回來 講給你聽聽